支持者已經迫不及待大喊總理 泰國十四號國會大選結果揭曉 民主派的前進黨大獲全勝 鏡頭前這有帥氣外型的黨主席皮塔 高顏值又擁有哈佛和麻生理工學院 雙碩士學歷光環 迷倒一票 死忠粉絲 可惜根據BBC報導 前進黨成功晉升泰國國會第一大黨 獲得眾議院一百六十二席次 這位人選之人恐怕離總理大衛依舊遙遙 想當總理第一關得要由參議院 兩百五十席以及眾議院五百席共同投票決定 但目前參議員全部都是軍方人馬 要逆襲當上總理 只能寄望眾議員 軍政府一手遮天的情況讓哪怕維泰黨以一百三十席成為第二大黨 還是有可能成為空包蛋 但此番選戰顯見民間對軍政府把權已經有十足不滿 究竟泰國能否真的變天恐怕還有帶時間 給個答覆 賽例新聞 楊俊宗報導 開始 完成 開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